但是我已经看到报道了 我们之后可能再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经常讲东部决战即将来临 我们预计可能还有一个星期左右 但是东部决战战争形态会是怎样的呢 几乎主要是首城战 它的地形附近有河流 甚至当时好像有水公 就是淹没一些地方等它的俄罗斯野外行军没那么顺畅 但是烏东地区都是比较 大家都知道烏克兰的土地都是很肥沃的 一马平穿无险可守 其实看回去年 因为去年2021年3月4月的时候 俄罗斯当时已经在演习如何进攻了 所以它那时候有十几万大军压境 那时候的报道也去过烏克兰东部地区访问那些首军 他们的战争形态 我觉得我当时现在看回都吓了一条 他们的战争形态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Larry Hink 这些有没有熟悉的样子出来 这些是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战争形态 这些感觉好像回到98、90年前打仗那些逆位 这些俗称是战豪 如果是有研究过战史 或者对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有兴趣的各位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基本上烏冬在东部的乌克兰首军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 挖战豪 为什么 因为无险可守 它也起不及公事 只有挖战豪 而俄罗斯那边 或者是亲俄的民兵那边 其实都是战豪来的 现在到时烏冬真的打了大架的时候 会不会都是变成这些战豪的战争呢 这个是很耐人尋味的一个发展 想不到在这么高科技的现代社会竟然重现 差不多是都差不多一百年一次世界大战 超过一百年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你现在有坦克 理论上有坦克之后都没有什么战豪 但是现在挖战豪有用的 有用的 现在挖了战豪 它可以用N-Law射你 是呀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想谈众的 所以有用 单兵武器太强了 以前的战豪就是 以前战豪就是因为你的步枪开始射击越来越准 因为开始有唐线 就发觉我站在开放地带 愚蠢的一定打中我 挖战豪 就开始机枪 开始铁丝网 然后就开始出现这一架 就发展到今天 接着又回到战豪形态 为什么呢 因为单兵武器越来越厉害 你的坦克试一下 你在野外的地方开过来 可以开你罐头 马兄所说的 乌克兰现在手上可以开罐头有三十多种 还要四万多飞 四万多飞 我那天看到统计数字都挺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已经超越了12000套的反装甲系统 主要是1400套 5000套标枪 7000套其他反装甲 比如说AT4 Gustaf 这些无后助力炮 还有之前我们所说的SWITCH BLADE 这些都是反装甲 你想想Larry Hang这些数字 再加上英国援助N-Law 加上真的有几万一套 当然有几万飞 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就说 有差不多over了4.7万的数字 出现在乌克兰 可能加上它本身自己的库存 它还有前苏联的反弹导弹的库存 那些前苏联原来他用的那只Stunner-P 用得好 直升机也打得下来 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真的很懂得用武器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些真的是战斗民族 就是tune一tune就会打的 是的 还有如果真的战豪 很多古坏东西 真的有战豪的话 之前我们马兄都说 开始送Puma的无人机系统 就比较长行时长程的无人机 Switch BLADE这些其他无人机系统 甚至是土耳其之前的TB-2 这些系统在战豪战里面 都会发挥很大的功效 因为大家知道 你如果战豪战 知道对方在哪里 你后方的火炮就可以用火力覆盖 虽然你有战豪 但是你一直打下去 当时一战的士兵最惨的就是在战豪里面 被那些火炮不断轰炸 不断的在这些噪音震动 他们不断的精神受到这些的创伤 其实很多士兵是逼瘫了 是的 你想想这些卫生环境 这些是恶劣 就是完全是不是人住的 就是在那里 你想想什么都在战豪里面 是真的很惨的 所以我们都继续观察 唯有 接下来打战豪这种战术 就是再次回归的 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好啊 我想今天我们应该差不多了 三米岭是不是 我们都一个小时就松一点 希望大家都收到你要用的讯息 是的 留言那里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可以PM我们 或者有什么消息上我们Fact Check 都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 或者在首播的时候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好 那我们来到这里 三米岭我们 今天D47的瓦蘭坚战报 我们就来到这里 那就另外呢 先看看 有些我看看可不可以做节目再回答大家 好啊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三米岭有没有什么要宣传 或者其他东西的 暂时都没有 不过我答应大家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神兽卡 那些其他的雷达那些节目 我们一直在准备着 大家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我们到时一定会和大家出发这些 是的 说到神兽卡我们是正在准备的 其实我们正在准备的 就是我们要看一些设计也要精美一点 尽做 就是我们 都是我们两个组织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技术专家保守 尽我们所能 尽做最好 神兽卡那边 尽做 好啊 那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关注瓦蘭的情况 好 那我们就明天在D48的瓦蘭坚战报 再和大家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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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